土耳其及敘利亞邊境在今個月初發生7.8級地震 奪去超過47,000人的性命 在本港時間凌晨約1.04分 土耳其南部再次發生地震 強到在黎克特製6.4級 至少造成3人上身680多人受傷 而且估計仍然有人被困 敘利亞、埃及及黎巴嫩都有震感 仍然在震災陰影之下的民眾 再次受到地震襲擊 表現得相當惶恐 不少民眾匆忙湧到街頭避難 由一家四口更加坐在路中間 開趴刀湧成一團 土耳其當局期後指 待約3分鐘之後 又再次發生一次5.8級地震 路透社引述目擊者指 地震發生的時候 有更多建築物倒塌 再次掌揮囹 無所謂的